所以這三招的被動技能都沒有任何衝突 所以這角色為何會這麼強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我們繼續玩天地劫 綠服版 如果有玩台服的觀眾 也收到一個重要消息 究竟什麼事 就是 想不到台服把這個聯動活動改變出的次序 原先估計因無邪 諸葛艾滬出 誰知殺出一個天元劍 天之行 所以今集要馬上介紹另一隻天元劍的角色 就是 瑜小說 之前的影片也介紹了羽文托這角色 究竟定位在哪裡 如果大家未看的 可以去到 而影片內容下方有個連結 也可以讓大家點擊下去 看看之前介紹的羽文托 究竟有什麼吸引地方之處 今集進入正題 介紹一下瑜小說 為何自從這角色推出之後 每個人都會覺得這角色是T0的奶媽呢 當然第一時間看看他的天賦和戰陣 瑜小說跟風媽有分別的地方 就包括了戰陣地方 對 風媽沒有戰陣 瑜小說是有戰陣兵屬性的觸由 那戰陣究竟有什麼吸引地方之處呢 就是上陣只需要一個合客和一個鐵位 就可以激活戰陣 所有我方上陣的角色都可以提升屬性百分比 自身攜帶有害狀態少於3個 直接提升傷害10% 那你見到他的戰陣 基本上是可以無條件地施放 那之前的戰陣也可能需要一些效果才能觸發 例如有方在附近打異性目標 對方有燃燒的狀態等等 而這角色也有效果才能觸發傷害提升 但這個條件是非常容易滿足的 因為小說的絕學技能 其實也有一些驅散自己的有害狀態 要觸發傷害提升簡直是沒有難度 如果有玩過陸服的玩家也知道 瑜小說的戰陣是目前所有戰陣來說 是一個最容易觸發他的附加效果 傷害提升10% 單憑戰陣已經屬於T0的戰陣 然後我們就看看他的天賦技能 自身三格範圍每一個友方 提升治療效果6% 最多可以提升18% 自身受到致命傷害時 免疫死亡一次 就像冰璃的定魂一樣 但附加效果比冰璃 自身還可以馬上回復100%的血量 並且為四格的友方 驅散三個有害狀態 還要恢復他們的血量值1.5倍 還未完 那他免死完會化成一個女窩蛇 無法控制 三個回合後就會恢復人形狀態 每場戰鬥最多觸發一次 大家看到他免死不僅會自己回血 回完血還會驅散我們友方的有害狀態 還未完還會恢復我們友方的血量值 大家看完這個天賦就明白到 為何於小雪會在六服來說 是一隻可以取代蜂媽的角色 觀眾也會問究竟於小雪 需不需要升到六星呢 我們直接看不同星數 究竟有甚麼分別 分別位會在治療效果提升方面 5%和6% 還有就是當變成女窩蛇的時候 幫友方驅散有害狀態由三格 會變成四格 而五星和六星的分別又會在哪裡 都是在治療效果提升的百分比身上 而他的範圍就會變成 周圍五格友方驅散三個有害狀態 還有一個分別的 就會在兩個回合內 就可以馬上恢復到人形 個人來說 就覺得這隻魚小雪 不需要太急著要升到六星 其實四星就足夠 為甚麼呢 當我們玩魚小雪的時候 通常都會配搭多一隻坦克 保護著我們後排的奶媽 變相他的後續技能 令到四個友方驅散三個有害狀態 但是範圍格數的重要性就不是太大分別 就算你三、四、五格 其實都很容易觸發到 如果平民玩家極度 才不建議特地去抽滿這隻角色 或者將這隻角色升到比較高升的位置 我們介紹完這隻角色的天賦 然後又去到五內環節 神和魂都需要升 兩邊都有一招核心的絕學 我們先看看神的 地龍捲甲 提升我們友方的法術防禦 然後核心的被動技能 同物回合開始的時候 血量百分比最低的友方 就會回復雙方的生命值 而恢復量就是施放者的法攻一倍 目前來說 最OP的治療技能 無條件觸發 回合開始的時候自動幫你回血量 然後到暈了 列陣這一堆都不需要上 而最核心的支援技能 都是被動技能 三格範圍內 如果友方受到攻擊後 就會恢復他們的血量 恢復量又是施加者的一倍的法攻 並且自己損失30%當前的血量 一個回合只可以觸發一次 這個就是被動技能 還可以有一招主動技能的效果 就是對我們友方施加一個披甲 遇合的狀態 就是提升他的物理防禦 以及戰鬥後恢復血量15% 又可以幫我們友方上Buff 又可以變成一招被動技 恢復友方血量治療技能 這招支援技能很誇張 然後到中間技能 神氣流轉沒有特別 血癮符印沒有特別 跟白軟一樣 最後大技 治療技能 又是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被動技能 行動結束時 衛三格範圍 三個血量百分比最低的友方 恢復血量值 恢復量就是施加者的0.5倍 還可以驅散多一個有害狀態 還有一招主動技能 就是驅散我方四個有害狀態 屬於一招AOE技能 還可以恢復我們的血量 大家看完這個不然不知道有什麼感覺 個人建議一定要升同物 還有霞魂罩身 必想的技能 而這隻角色全部的技能 都有被動效果 回到友方的血量 又有主動技能 驅散我們有害狀態 還有恢復治療效果 還可以回合開始的時候 恢復我們血量值 百分比最低的友方 以及自己的血量值 絕學方面 基本上都不會有其他的轉變 一定是這三招 第一招就是童物 剛剛提及到的 直接開始的時候恢復 血量值 有方 以及自己 另外兩招 有被動 又有主動技能 先說大技 可以恢復我們4個 debuff效果 必想的 行動結束的時候 還可以恢復我們自身 三格範圍的友方 所以這隻角色很少有主動治療技能 全部主動治療技能 會變成被動治療技能 都要透過回合開始 或者他的行動結束的時候 才可以觸發到 而這一招的驅散 有害狀態 通常都會留到比較後 才會使用 還有一招加 buff的效果 當我們友方被打的時候 又會自動幫他補血 而這一招被動技能 就不會關乎到 我們回合開始 或者角色行動結束的時候 兩者是沒有任何抵觸的 所以這三招的被動技能 都沒有任何衝突 所以這隻角色為何會這麼強 我們看完他的絕學技能 五耐、天賦、戰陣 去到冰刃 冰刃也不用說了 帶回一些加治療效果 及身也沒有特別 也是跟風媽那一招一樣 使用絕學技能 就可以再提升多他的法術防禦 因為這隻角色 只是一些加 buff技能 是幫他加密防 就沒有一些加法防 所以就靠這個盧骨頸鏈 幫他提升法術防禦 另外一個限時道具 我想台服出的時候 也是課金必須要準備的 效果就是行動結束的時候 對自己兩格範圍 一個友方 施加兩個效果 最後首部飾品 顯譯風咒和金治療 我想官方其實創造這隻角色 也有很多考慮因素 因為風媽的強勢導致其他奶媽都生存不到 單憑她的再移動 已經是打了全部奶媽 所以要創造另一隻奶媽 就是瑜小雪 三招的被動技能 可以治療我們血量值 先可以抗衡到風媽 但是出源瑜小雪 其實也有些問題 因為這隻角色過度強勢 導致我們比較難去打入坦的角色 整個身體都有所不同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角色想知道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可以按個讚 還沒訂閱的觀眾可以按個按鈕 還有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